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我们俩是来自南方的演员 没错 不是我夸口啊 您看我们哥俩往这一站了吗 就比那些个说相似的看着顺眼 那是当然的吧 你他们一个个那叫什么母亲 对 别人咱就不说了 说那李丁 哦 他 长得太诡异了 对 那小眼 那跟真饼似的 那小 脑袋 枣胡似的 就那模样 就那俩大牙 跟吐蕃似的 吐蕃似的 神头鬼脸歪刮裂枣啊 说的就是了 我就纳了梦的 您让各位看看是不是这模样 怎么长成这样的 他也能说了相声了 你说的就是呢 您看我这搭档 我 我向李丁道歉啊 什么意思 我比他长得难看是怎么着 您跟他没有可比性 他是长得不像好人 那我呢 根本不像人 我 怎么叫不像人呢 您怎么还生气还着急呢 那没你这么说我的 这不跟您开着玩笑吗 重新介绍 您叫 张姐 我叫四平 我们俩是来自苏州的小演员 没错 跟这些个相声艺术家比不了 比不了 您看今天来的都是我们相声界的大腕 没错 田丽和张文霞 这是夫妻 杨绍华杨逸 这是父子 四平张姐 这是仇人 什么叫仇人 那谁让你刚才那么见识我来着 这人还记仇呢 您看我刚才说的这几位艺术家呀 这都是一个家庭给我们相声 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没错 咱俩作为相声大家庭的新成员 是不是得跟这些老前辈学习 那得学习呀 你说这跟谁学呀 杨绍华杨先生啊 跟他学 87岁高龄了 一般老年人到了这个年 就是不出门了 在家里乐享天伦 没错 人家杨先生 还出来录节目挣钱呢 你瞧瞧 这是什么精神 这就是缺钱的精神 这么说老先生似乎不大合适吧 你不就这意思吗 我是说杨先生这么大年纪了 还在为相声站台 咱是不是应该跟老先生学习 怎么学呢 勤练功提高艺术水平 你看相声演员啊 就得多看书多学习 要说这个看书 您就不如我了 我还不如你 在家里无时无刻不看书 是吗 有个词吗 叫手不试卷 手不试卷 说的就是我 在家里上厕所 我都拿本家常菜谱 蹲那研究 那有在厕所研究菜谱的吗 就拿我最近研究的这个课题来说吧 我说什么课题 女人 这叫什么课题这就 您别误会 我研究的不是现在的女人 那你研究的 古代的这些美女 哦 原来你是研究老女人的 这叫什么话 这研究这是什么呀 我说我是研究古代的这些四大美人啊 不是哪四大美人啊 狠达机 并稀释 罪杨妃笑包子 我这狠达机 这什么意思 商朝 哦商朝 商寸王的妃子 对 长得 你认字吗 那字念咒 对对 咒寸王的妃子 哪字错了 哪字错了 商宙王 商宙王的妃子 都知道好看 您不了解 怎么的 不是什么时候都好看 哦 平时往那一坐 嗯 咋吧这达机半身不随了 这也不行 啊 非得什么时候漂亮 非得 发狠的时候好看 我还发狠 您看那风神演义里 嗯 达机女造酒池肉林 这我知道 造菜盆 嗯 施跑老之行 你看 大铜柱子烧得通红 嗯 把人绑到上面就那么烤 哎呦 达机在旁边饮酒取乐呀 你看 嗯 嗯 这个烧口味还不错 嗯 给我赖点自然 赖点小菜 我说你来俩大腰子 怎么呀 你来俩大腰子 你 吃烧烤来了 怎么呢 不是 我问你这达机 怎么说话 这河南味的 必须说话 河南味 那为什么呀 商朝的国都在哪啊 哦 在现在的河南 河南话 在当时来说 这叫官话 哦 都说河南话 是啊 您慢说这达机女 嗯 商朝王怎么样 商朝王 说话也得河南话 哦 耶 你们能啥 你们这帮人 有事走 怎么事腿板 文武大臣 象牙护板一举 主 主 有事高兴了 那商朝王啊 还拉着老丞相 商荣唱两口欲句 我还唱个戏 老丞相啊 你坐下 咱们说说 那执心话 主 叫带王 咱都坐下呀 咱们随便 那拉一拉 老丞相 你到俺家 尝尝 上个的大戏 过 你这商朝王 是刚咒完地回来吧 反正人家 达机女说话 就得这份 您看那风神演习 这达机 不光是刑罚严酷 那还有 残害中凉 有吗 挖木将后 这我知道 扑心笔竿 哎呦 但凡达机女 一发狠的时候 商朝王在旁边 看着高兴了 商朝王 好漂亮哦 这不是傻子吗 这儿啊 后来又当如何呀 到后来 赵王多行不易举 武王皆干斩义旗 摘星楼上允命去 皆因美貌狠搭击 我刚才听你说 还有一个病西施来着 对呀 西施女 这是春秋战国时期 吴国 吴国 吴王夫刺的妃子 你留神把你那牙子 别蹦出来 什么叫夫刺 哪参差不齐的刺这字 那个字啊 在这儿念叉 吴王夫刺 人家叫吴王夫差 你知道叫夫差 你不好好说呀 这西施女 就是她的妃子 没错 长得漂亮不漂亮 漂亮啊 不是还有个典故了吗 西施啊 在这个河边换沙 旁边游过一条鱼来 是 正游着啊 您看了吗 这鱼还是养游 游着游着呀 这一抬头 哎呀 这大姐 咋的怎尊呢 哦 忘了游了 沉到水底下 分析过吗 在 不合理 这怎么不合理呀 按您怎么说 西施换着沙呢 西施 这鱼在这这么游着 又改了挖泳了 是怎么的 还抬头一筹 那鱼抬得起头来吗 鱼 鱼有脖子吗 鱼 对吧 鱼没脖子呀 这 不照你这么说 鱼没脖子 那可不嘛 那剁椒鱼头 从哪切呢 哎您这是个新课题呀 这是什么课题 我讲这故事就说西施长得漂亮 行动他漂亮 漂亮可不是什么时候都漂亮 怎么意思啊 平时往那里坐 这位也半身不随了这位 飞得什么时候好看 什么时候啊 生病的时候好看 什么病啊 心脚痛 这有根据吗 当然有了 不是有个成语吗 叫 西子捧心 哦 这我听过 哎哟 近在同的福德里 苏周花 哎哟哟 哎哟哟哟哟哟哟哟 不是你这不是心脚痛 你这是慎结石这是 心在哪啊 心心在上边啊 哎哟 近在同的福德里 不是那 这儿 近在同 对 往谁那儿比我 比我你 大丸一捧心 有一种病态美 您在看物王夫差看着高兴 吴王夫差 好漂亮哦 好吧 这位也是个傻子 到后来又当如何 到后来 生色犬马 五国事 王图霸业 一猛吃 拔剑自吻 身先事 事人多则 并稀施 我刚听你还说一个 醉杨妃这个 杨贵妃啊 唐朝唐明皇李龙基的妃子 对对对 长得漂亮吗 漂亮啊 平时也不好看 平时 又来病友 非得什么时候漂亮 喝醉了好看 喝断了 都熟那出京剧 什么呀 贵妃醉酒 您是不是给唱一段这个呀 我给学两句贵妃醉酒 学两句呀 您经理像不像 把您给学一下 爱恨就在一瞬间 举杯对于青丝甜 爱恨凉茫茫 文君和十丽 不不不不 谢谢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什么谢 各位您还鼓掌呢 哎呀没想到都听过梅兰芳 这是梅兰芳吗 这是谁啊 这不是李玉刚吗 不是我记得那贵妃醉酒 那个词 海岛冰伦呢 处转成 你也有汗角啊 这叫汗角啊 这这杨贵妃怎么鬼醋了 是怎么着 唱抽了 我这杨贵妃 大概其实喝的有点多 这你模仿的微醺就可以了 你喝多了像话吗 反正但凡杨贵妃喝醉了 醉太美呀 偏偏这么一起舞 旁边唐明皇看着高兴 高兴 好漂亮哦 我也这样了 到后来又当如何呀 来到后来 潮世不离 炼花梅 盛唐 闲闲 作灰妃 香肖玉云 马尾翼 至今游探 醉杨妃 听你刚才说什么 笑包子 包子女啊 这是周朝周幽王的妃子 周朝的 长得好看不好看 好看呀 平时也不好看 我看你这不是四大美女 你这是半身不随大会人 就说她平时不行 乐起来漂亮 笑起来好看 但是这包子女啊 平时老这么愁容满面的 把这周幽王给愁的呀 着急呀 哎呀 怎么才能让她乐呢 没错呀 就为逗这包子女一笑 这周幽王可费了劲了 我想办法 亲爱的宝 你笑一笑 悠悠带你去吃狗不理 狗不理 亲爱的宝 你笑一笑 悠悠带你去吃嘎巴菜 嘎巴菜 亲爱的宝 你笑一笑 悠悠带你去听杨少华老人的相声 哪段啊 我要开花 就这样的包子女还是不乐 还是不乐呀 嗯 是我 我也不乐 你让各位听听 这首狗不理 这首嘎巴菜 听着杨少华的相声 这是包子吗 这不天津澡堂的哪个退休大爷吗 咱就为了说 这周幽王为了斗他乐 费了好多心血 也那叫锦衣玉石 零罗绸断 还是不乐 啊 把周幽王给绸的呀 他乐起来什么模样呢 没见过 怎么才能让他乐呢 哎 烽火戏诸侯啊 哎 这时候有太监就说了 烽火戏诸侯啊 这话谁说的这话 太监说的 那怎么跟我说的一样啊 那你跟太监想一块去了 没听说 这话嘛 赶巧了 正好啊旁边 有个小眼的胖太监 那不还是我吗呢 烽火戏诸侯啊 烽火台在周朝来说 那有特殊的作用啊 传递那个军事情报 四面八问着诸侯 一看朝廷有事了 要赶过来救见 没错 救魅伯伯伯子女校 这周佑王 怎么的 命人点起狼烟 哦 四面八问诸侯 一看都着了急了 哦 哎呦 福德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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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苏州的诸侯 朝廷出了事了 这可怎么办呢 山东的诸侯 哎呀 大妹妈二姐 三三四叫嘛 哦 这天津的诸侯 周佑王出事了 哎呀 这太根了 这 这叫根啊 大妹妈 您的毛衣别打了啊 二姐 您的孩子也别喂了啊 怎么呢 赶紧的跟我一块救驾去吧 这是救驾 这不居委会开会吗 这 四面八方这诸侯 点起人马 奔朝廷就来了 哦 这时候包四女怎么样 包四女 坐在烽火台上 叫怡然自得 哦 看着四面八方 赶过来的诸侯 围在烽火台下 是乱作一团 当时没忍住 开怀大笑 咱干啥 那怎么笑的 啊 啊 哼哼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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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哼哼哼 不是有这么乐的吗 周幽王高兴了 周幽王 好漂亮哦 还漂亮呢 好 感谢两位 感谢两位 来 这段笑话李丁你觉得怎么样啊 呃 特别好 都培养这样的 您看她那牙 是不是跟土褐 其实 二位这一段 四大美轮 美人图啊 演得不错 您快点 是不是四平平时经常爱观察点漂亮姑娘 这个姑娘啊 倒是喜欢观察 那观察的不多 就是说我们在看书的过程当中啊 把这书中的有些个素材啊 运用到相声当中 希望把这一段作品带给观众的同时 把这一段 遗史也好 历史也好 向观众做一个展示 做一个介绍 这段相声看了几本书 两页 四大美人小故事啊 内容这么多 就看了一标题 啊 啊 啊